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歡迎回來與狗狗們的工業靈業大冒險 這一次呢我有很多的好消息想要宣布一下什麼樣的好消息呢 首先就是我終於找到仙人掌了 我終於找到仙人掌了 非常非常的遙遠的地方 我跑地圖不知道跑了多久了 大家可以看這邊這張一整張地圖 那這是我原本的家的地方 那這邊是我們挖礦的地方 然後面對的北邊呢 北邊就是這個方向 對北邊就是這個方向 上次跟大家說這邊過去那邊有一個小片的沼澤地 然後在過去的話有一個那個相似木的那個生 也不是相似木的森林吧 就是有很多相似木的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地形 這邊的地形顏色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人在這邊 然後相似木就在這邊 然後這邊有一個小片的沼澤地 然後呢我一直往西邊走啊什麼 到處逛喔 然後這邊又找到了一個糖果屋啊什麼的 然後這邊有村莊4在這邊有出現了 這邊我找到第四個村莊喔 其實還有第三個村莊 然後第四個村莊它是離我們比較近的 所以原來說 其實離我們這麼近的地方就有一個村莊啊 然後這邊又有村莊1 就是上次帶大家去看的就是村莊1 然後這邊有村莊2 然後還有村莊3的話都是在很遠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是村莊3很遠的地方 那這邊呢也是一個糖果屋 然後這個糖果屋裡面有6個黃金的蘋果 然後再往北走一點這邊就是沙漠 所以從這邊開始呢好像是往北邊吧 這一整片都有一大片很大片的沙漠在這裡 那我走到了這裡之後呢把仙人掌拿了 我就趕快就先衝回來了 然後因為這個地圖模組是我後面才加的啦 所以說這邊的地形呢地圖都還沒有探出來喔 我在想說加了這個模組之後呢 這整個地形探出來之後一定會非常的壯觀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我上次蓋的狗屋的位置 然後這一個小塊的藍色的地方就是我們之前挖礦的地方 那這一大塊呢就是我們現在正在挖礦的地方了 然後他已經挖到岩漿那邊去了 所以說我就倒了一些水喔 就像這樣子上面搭了一條然後倒一些水下去 因為下面是岩漿啊 比較危險一點 然後他在那邊挖就會比較久 然後這邊大家看到的是已經有鑽石了 所以說等一下他要挖一挖之後就會挖到鑽石去了 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除此這個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這邊要先做個東西 我這邊要先做個東西喔 所以我先去撈一桶水 欸不過好像快要晚上了 我先去撈一桶水沒關係 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說的這個傳送門 但是呢因為沒有仙人掌綠的關係 所以一直都沒有辦法用喔 那現在終於有了 所以我們先來合成那個東西一下喔 欸那個東西是怎麼合成的來著 我們喔就這樣合成嗎 所以說我有夠了嗎 喔夠了夠了夠了應該都有了吧 喔不對我還有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呢需要黃金喔 所以說喔等一下我先睡覺 我還得回去拿黃金呢 把這個打掉 然後呢他這邊挖的礦呢 我已經超微全部都移到這邊來了 因為數量實在太多了 他裡面都快塞滿了 那這邊有一整箱的兩兩整箱的喔 三整箱四整箱的石頭在這裡面 然後這個也快滿了 然後這邊的話都是放泥土 那這裡面對都是喔很多 然後這邊的話呢我也都把那些礦呢 先稍微拿過來就有這麼多了 然後我們把金礦先拿下來然後 然後我們要先回去一趟欸 不要啦我不要回去了啦 所以呢雖然有點有那個 有那個抹粉機嗎 這樣感覺好像會有點浪費 但是呢我還是得先在這邊 先燒個金礦出來 一個就好先燒一個就好 這個這個一個夠嗎 夠讓他燒嗎 不夠的話就只要多塞一個進去 應該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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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但是我也我連鐵也沒有好 所以也雖然有點浪費呢 但是我只想要在這邊先做了 所以我把鐵也先拿三個出來 我再拿去給他燒一下 我們這邊直接就做一個水桶出來吧 就是那個黃金水桶出來 這邊三個已經燒好了 我們來合成一下 這邊就一個合成台了 工作台 金錠先放著 然後我們把三個鐵錠像這樣放著 他就出現了 然後把他放了之後呢 好像是這邊是放一顆青金石吧 他怎麼放的 我他要按照順序嗎 我不太確定喔 喔我們還需要那個 用骨頭來做那個骨粉才對 我怎麼忘東忘西的 這邊放一個然後這邊放一個吧 他的順序看起來是這樣子 但是 需不需要按照順序呢 好像也不一定啊 這邊是這個 還有一個裝滿水的水桶 這邊就可以合成出來 我看一下 欸順序變了也是可以啦 所以說 隨便來放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合成出這個東西 出來了之後呢 喔水桶還給我們真的太好了 所以我們水桶再去裝一桶吧 隨時準備那個把水桶裝到滿水的狀態 還是一個良好的習慣 然後這個東西呢我們說過了 我們消耗五點的經驗值 五點的那個等級喔 他就會變成一桶彩色的水 所以我們要點右鍵 崩 我的等級呢 就變成25變成20了 然後這邊就一個彩色的這個出來 那我要幹嘛呢 我這邊拿一個羊毛 然後我打算呢 就是在這後面吧 還是在什麼地方 還是在這上面 不過我在這後面這邊就好了 我就在這邊呢 然後造一個傳送門出來 那這個傳送門呢 就形狀呢 隨便自己訂 隨便自己訂喔 你可以隨便亂訂 訂的是像是 我先把東西吸一下 像這樣子 要怎麼說呢 像這樣好了 對就像這樣 然後這邊的羊毛先打掉 這羊毛先打掉 像這樣子的話也是可以的喔 像這樣的話 我就這邊這樣放著一下 這邊先打掉 不要浪費太多的羊毛在這裡 OK了 那像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是一個傳送門了喔 那只是說你一定就是周圍 一定要圍起來嗎 完全封閉了 那這是一定的 然後下面可能 下面要不要 下面可能也要吧 我們還是把它全部圍起來吧 下面應該也是要的 我把它全部圍起來 就像這樣 這是一個白色羊毛傳送門 那當然它消耗的量呢 呃 就看大家自己訂的形狀吧 然後再拿這一個這一桶水呢 彩色的水 倒一下 它就形成一個傳送門了 那這個傳送門會傳送到哪裡去呢 目前 你進去的話 呃 大家有聽到這音效了吧 它只會傳送到這裡來 因為沒有第二個傳送門給它 所以它不會傳送到第二個傳送門了 那我們 就要再合成一次 大家可以看這邊的合成表 我們可以拿它來 就是同樣的東西再丟一次 然後再合成一次它 再合成一次 所以我們再來合成一次喔 有點卡 我們再來合成一次 那這邊的話一樣喔 那就是說 呃 這邊的配料呢就是隨便 隨便大家自己篩了 可以不用管那麼多 骨板可以篩這邊 然後水桶呢 應該也是可以隨便亂篩的吧 對啊 這個東西就出來了 好 拿回來這些東西 那這一次呢 你做完的東西呢 你 呃 你只要花那個 兩個等級就可以了 我們點一次右鍵 所以我剩下18 然後就有一桶這個彩色的水了 然後呢 我們先回到我們那個 那個當初的家那一邊喔 有狗屋那邊 是的 然後大家回來看到之後 有看到我的小小狗是狼啦 這個狼呢 我也終於是弄到了 因為我在逛地圖的時候 真的是 我逛了大概有 有有有多久啊 我逛了大概有兩個小時吧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多三個小時吧 然後我才 才終於就逛了一大堆出來 我才終於逛到那個沙漠 然後這邊我也弄了一些仙人掌 綠會燒出來喔 然後那邊我中了仙人掌在那邊了 非常的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先把 他呢先丟進去這邊磨一下 那 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再把那個給搭出來吧 這一次呢 是不是要省一點才 還是用形狀一樣的好了啦 形狀又能跟那個一樣 那我們 傳送門呢 就設在哪裡啊 這個把他打掉 把羊毛都拿回來 那這邊有一個規則性喔 就是說你這個雖然說是可以像這樣子搭起來 但是 形狀是任意的 但是說 你把他圍起來之後 你這桶水要倒下去的話呢 你到了這一格的上面呢 必須要至少要有兩個空氣格喔 所以意思是說 你倒在這邊上面就只有一個空氣格 應該是不行的 我不太確定了 是行還是不行 試試看吧 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邊倒下去這樣也是可以的 那這邊的話 這個傳送門也跟著出來啦 所以我們只要一進去呢 馬上就會到達這裡來了 馬上就會到達這裡來了 你只要呢 是同樣是白色羊毛 圈起來的傳送門呢 他們都會互相傳送 那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 那如果說這個東西 做了三個會怎麼樣 那他會按照順序的來傳送喔 像那邊建造是第一個 這邊建造是第二個 你走進第一個呢 就會傳送到第二個 那如果下一次 你在用白色羊毛 做了第三個傳送門的話 你走進第二個 就會從第三個那邊出來 然後你走進第三個 就會從第一個這邊出來 他是這樣循環的 一二三 然後如果還有四五六七的話 然後反正最後那一個 就會再傳送到一這邊來 那這就是這個傳送門 很方便對不對 這個 終於是做好這麼一個傳送門了 所以說 我們 哎 哎 哎 但是我的小精靈怎麼不見了 進了這個傳送門之後 我的小精靈卻不見了 進了傳送門之後 我的小精靈不見了 所以我可能是 他可能是有一個bug之類的吧 我們重新再來裝備一下 應該是可以回來的 這個小精靈好像無法跟著我們一起來 再來 小精靈是不是跟 無法跟著我們一起進傳送門的 再來一次 哎 有啊 剛剛是怎麼回事 剛剛我的小精靈怎麼突然之間沒有任何作用啊 再回來一下 哦 這次沒作用了 這樣傳來傳去可能 哎 又回來了又回來了 哎又沒了 哈哈 哈哈 那這個傳送門的話呢 可能跟這個模組就會有一點那個 有點衝突之類的哦 不過沒關係啊 我們這邊再重新裝備一次他就會回來哦 那也不要說太常用這個傳送門還是什麼 應該就沒事了 那羊可以傳送嗎 羊也可以傳送的哦 很好 好 這邊出來了 哦 我的小精靈不見了 小精靈不見了 可能是小精靈沒有進傳送門的意思是不是 那我們先裝備一下其他的吧 然後再把它裝備回來就行了 但是至少這個方式呢 可以說比較方便的我們到處傳送啊 而且說 如果你這邊有一個傳送門 你地獄那邊也有一個傳送門的話呢 你從這邊進去也可以直接走到地獄那邊啊 所以說你如果說走到了地獄一個你很喜歡呆的地方 你可以在那邊建一個傳送門 然後祖師在這邊也可以建一個傳送門 到時候你從這邊一進去 就不用經過那個一般的黑曜石那一圈的哦 然後你可以從這邊進去之後可以直接到達那邊了 是很方便的哦 那那那那那當然是羊毛的需求量很大 那不只是羊毛啊 不只是羊毛可以用 玻璃也可以用 不過是玻璃塊 就是那個玻璃一整塊的玻璃哦 那當然各種顏色你都可以把它染色 那同樣顏色就只會傳送到同樣的顏色那一邊哦 那 當然你不只可以像這樣子把它立起來的哦 你把它弄成一個地板的也行 但是地板的話又會有另外一個規則哦 地板的規則呢就是說 你如果說把它也圈起來的一個地方 假設這麼一個空間嗎 可能不夠 可能不夠 假設這樣好了 假設這邊也被圈起來了 假設這一整塊的都被圈起來了 那你下面這邊一定要打掉 你下面這邊一定要放一塊羊毛在這裡 一定要放一塊羊毛在這裡 然後你的這一桶水呢 彩色的水就得倒到這個上面 它才會有反應哦 不然的話它是不會有任何反應的 它就只是那一桶那彩色的水被倒出來這樣而已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那個羊毛的消耗量也是很大的 所以說附近呢 才會流出流了這麼多的那個 這麼多的那個綿羊在這裡哦 我先把這邊填起來吧 那傳送門也都會出來哦 只是如果說要像這樣的話 我這邊的狗狗如果要傳送到那個村莊那邊去的話 到底好不好 不管怎麼說呢 我們這邊啊傳送門也終於是出來了 用這個方式來傳送門也很快 只是這個小精靈是個問題 然後這邊這個狗呢 這個狗就很重要了 我們要先來讓它 這個先不做 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小麥糖火藥骨頭跟線 小麥糖火藥骨頭跟線 那這邊先丟回去 線然後火藥跟骨頭 欸順序不對嗎 喔順序這樣才對 所以我可以做出四個這東西出來 太棒了我終於有四個這東西出來 哈哈 所以我可以讓他們變了 來吧你先吃一個變身 然後等一下哦先讓他坐著 然後呢 呃 先讓他們全部都變身吧 變身 登登 再變 喔耶 喔耶 欸別走別走你才剛變怎麼在上面跳來跳去的 欸你不能坐下嗎 乖乖的坐下 好 然後我們用木棒了我們來讓他們這樣子 那這個這個一定要先點 所以呢 這邊就先把它點滿 這邊先把它點滿 然後因為有村莊的關係喔 所以走到那邊去村民就會給東西對不對 就交給你了 然後我們得先幫他命名 先幫他取名字吧 他又叫什麼名字呢 呃因為他比較可愛所以就叫他 呃 是想要打輸入中文啊 但是我這邊哦 他叫做小可就行了 就這樣 小可你好 你就叫小可 那這邊的話呢 就還是可以的吧 他們頭上是小可的話 我覺得我這邊就有一個是 小翔跟小林吧 還有一個是 小齊 就這樣子吧 所以你就叫做小翔 小翔 小林 林 啊不是這個林 可是我無法選字哦 我不知道我現在 哦 選到小翔 小翔 小齊 小齊 直接幫他們把名字弄到這邊來好了啦 因為可以直接顯示在頭上的 這樣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就把他們叫這個名字吧 那其他的話呢 狗狗有些什麼功用呢 我們其實只要先把小可帶著走就行了 然後 因為他們那個肚子會餓的關係啦 所以說我們這邊的話 還得看要製作一個 這個東西哦 這東西還是得製作的 那我們得拿一些鐵出來了 這邊 這個是給他們用的這個碗 所以呢先放在這邊吧 他們如果餓了的話呢 就來這邊吃東西就好了 所以我裡面呢 得放一些東西給他們吃哦 然後 這邊的話 生牛肉呢 是 有一隻牛啊 在那邊晃來晃去 然後踩 踩到那個仙人掌 踩到死掉了 我也是很無奈 這邊洗衣衣先拿下來 然後生牛肉給他烤一下 然後還有 就是大家看到這邊 有一大堆的生豬肉 那這邊的生豬肉的話呢 呃 就是我在逛地圖的時候 有一堆豬啦 我就順勢的把他們給 對 弄掉了 那這邊的牛排 我們先放回來這邊吧 他們應該會吃的才對 欸 放去哪裡了 吃掉了嗎 還真的咧 欸我一放他們一瞬間 就把它吃掉了 大家看到那邊有九十六跟九十六 那小可還沒吃 小可還沒吃 還有這邊的小齊還沒吃 小可跟小齊先過來 先過來先過來 欸你們不過來嗎 你們來玩這邊啊 你們你們來玩這邊啊 小齊來了小齊來玩這邊了 小可不來 沒關係小可先讓他在那邊吧 那這邊的烤豬肉呢 我也把它拿起來 放在這裡面 他應該會吃 所以馬上就吃掉了 吃掉兩個 是 你有吃嗎 欸真的 小可也吃了 小可在這邊就可以吃到啦 他這麼遠可以吃得到 舌頭這麼長了 我這邊就多塞一些吧 當他們肚子餓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自己去吃了 那這三隻就叫他們放在這邊嘛 他們還需要給他們訓練什麼能力呢 我們就之後再看看囉 小可呢 小可在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呢 就去那個村莊拜訪一下 比較近的那個村莊 第四個村莊在這裡 所以我們往西北邊走過去就可以了 我們就往西北邊這邊走 我們就帶著我們的小可過去吧 然後我們看看可以從村民那邊拿到什麼好東西 欸 這邊的東西先去回去這邊收一下 好 所以我現在身上有20個羊毛 那這個呢 就專門用來傳送 藍色的呢 就專門用來傳送到村民那邊吧 這邊先把它打掉 我們就直接按照一般的那個形狀就行了 按照最一般的形狀來做一個傳送門出來 雖然說他應該只要這麼高應該就夠用了 所以我們就省一點材料好了 我們省一點材料 我們省一點材料 這樣就夠了 然後我們再把各個染料拿出來好了啦 哇 這個動作也是比較 比較複雜一點的感覺 可可豆 不公一黃 好他又出來了 所以他也是要消耗 兩點的等級喔 把他變一下好 那這邊的話就是藍色的傳送門 不過他好像有點小 真的好小 不過也可以變的啦 大家看 他也可以變的喔 所以說 我們這一次呢 就把小可帶到那個村莊去 比較 因為我們比較近的那個村莊去 然後我在這邊再合成一桶 那個彩色的出來 然後原料可以先放著 欸 是不是在挖掘者背包裡面 還是採礦者背包裡面 全都跑到採礦者背包裡面去了 我的那些原料 小可來了 小可我們只要150公尺了小可 大家看到了沒有 村莊 村莊 這個是最近的村莊 我居然是 這麼後面才找到他的喔 所以小可 我們來吧小可 我們看一下我們到底經過 這是我們原本的家 我們從這邊一路呢 就這樣子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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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邊來了 已經人在這邊了 中圍中間有很多的這個 這邊就是我們當初去挖礦的地方 真的太棒了 那這邊的話 有岩漿 小可不要進去岩漿了 小可你小心一點 不要進岩漿了 這個我的鐵桶我居然忘了裝水了 沒關係 就先這樣子吧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呢 也一樣 這個藍色羊毛 我們就要在這一個 某一個地方呢 給他弄一個傳送門在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 隨時就可以來拜訪他們了 然後他的旁邊也有一個糖果屋在那邊 裡面會有一個女巫啦 那個女巫已經被我打死了 然後裡面也會有一些食物什麼的 我們等一下也可以進去給他看一下 這邊的話 但是我怕村民會走進來 所以我們不要離這個太近 我們稍微遠一點的地方 在這裡吧 我怕村民會走進這裡面 村民應該不會走到這邊來吧 村民應該不至於會走到這邊來吧 所以我們把這邊弄一下 就這樣圈起來 就這樣圈起來之後呢 這一桶 倒下去 OK 我們也建立了一個連接通道 我們就可以從這邊來連接到我們家 從這邊一出來之後呢 這邊就會是一個村莊 我怕村民會走進去 所以就射的比較遠一點 然後我們先來過來 小可過來 小可過來 讓大家看看你喔 讓大家看看你 來 來吧 OK 喔 他給鑽石啊 喔什麼 I'd like to tell you that you have the biggest 喔 他說 他說他可以告訴我 我呢 有一個最世界上最好的狗 他給我一顆鑽石欸 哇 他居然會給我鑽石欸 那這邊還有些什麼 會給我什麼的嗎 你呢 你為什麼 你會有什麼 小可呢 小可 小可過來 他好像沒有給我什麼東西 他們沒給 他們就沒給了 所以一天只能夠一個村民而已嗎 只能有一個村民而已啊 不能夠有一堆村民嗎 然後我剛剛好像已經有聽到有那個殭屍的聲音了 在這邊還是先睡一覺吧 他怎麼在這上面轉來轉去的啊 下來下來下來 哇真是夠了他們這些人 他們這些人真是夠了 然後警衛會在這邊晃來晃去 好啦可以了 就是這樣子喔 所以呢我們 呃喔這邊有兩個這個糖果物 我們過去給大家看一下喔 裡面會有些什麼東西 小可過來小可 小可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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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裡面會有 東西可以吃喔 嘿 喔這個女巫還沒解決掉嗎 喔喔喔喔喔他讓我中毒了 這個女巫我居然還沒有解決掉 旁邊的東西直接吃喔 小可進來小可進來小可 小可進來我要關門了小可 小可你出去幹什麼 小可 小可你在幹什麼啊天啊 小可快進來啊 你你你給我坐下你給我坐下 坐下坐下 把門關起來 哇 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這裡面呢 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喔 那在這邊的話呢想要吃什麼 喔我們有辣椒了 辣椒也可以種的 我們就拿一些辣椒回去吧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怎麼合成的 我們焦糖磚可以出現這個啊 然後雞肉麵啊 我們有烤雞啊加麵 我們就可以出現這個 那麵呢又是要這樣做了 我現在還沒有雞喔 那另外我們有 冰淇淋可以製作 那我們之後再來做這些東西喔 那都是之後 白煮蛋也可以直接拿來吃 還有烤豬肉耶 拿一些回去吧 那這邊的蛋糕都先吃了 好走 小可我們走 我們去參觀另外一個家 哇這小可真的很喜歡走出來 小可好像特別不喜歡待在室內 欸小可怎麼了 欸不是喔 不是小可喔 那是哪邊的狗出事了嗎 好像是大麥丁犬的關係 好那這邊的話這邊才是 這邊女巫已經被我解決掉 那這邊還有一些什麼 熟金魚 喔這邊還有兩顆金蘋果耶 我我我怎麼會露了這兩顆金蘋果 辣味香腸什麼的都可以吃 還有葡萄汁啊這些 都可以吃的食物是蠻多的喔 那我們現在的話已經有那個 傳送門的模組 然後傳送門有介紹出來之後 我們在這邊 到處亂況是很方便啊 然後再加上我們有這個地圖可以來看 那到時候的話我們還得一路的走上去喔 所以大家可以看這邊的地形是像這樣啊 中間還有一片大片的這個湖的 一片大湖 那這邊過去大概就真的都是一大片大海啦 那這邊是石油 這邊是我們挖礦的地方 還有下面的話也可以繼續走啦 往下面走的話 這邊還有村莊是在這邊喔 所以我們可以再往這邊去 不過那個還要穿過一大片沼澤 然後再到那邊去了 在這邊 那我們現在先回家一趟吧 直接經過那個傳送門回去就可以了 這兩個等一下種一下喔 鑽石這邊居然還有一顆耶 太棒了 他居然送了一顆鑽石 好大方的村民喔 這村民真的有過大方的 來我們來合成一下 嘿 嘿 就是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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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可過來 小可你有吃東西了嗎 小可裡面可以吃東西喔 來 小可我們來玩 撿骨頭遊戲 小可過來 去吧小可 小可去吧 好可愛喔 這一次我終於有了 這種有才能的狗狗了 然後他吐出來了 不過有口水在上面甩掉 好啦 所以呢這就是其他的能力呢 我在想我到底要給他們用些什麼樣的能力喔 然後我的這個小精靈呢實在是 一定要先裝備其他的啦 然後才來那個 一定要先裝備其他的 然後再把他給 裝備上來 才會有作用 才會有作用喔 所以這個傳送門 我的小精靈不會跟著傳送 還有我們身邊的這個也不會跟著傳送 不過把他推進去就行了啦 是還好 所以呢 喔 這一集呢也就先在這裡結束了吧 那這個東西呢就要跟他們玩的時候再來用吧 然後到時候呢 我們要再去把各個村莊 可能都要把這個傳送門設定一下 在各個村莊那邊 把各個傳送門都設定一下 然後這張地圖呢 我們也可以好好的去給他跑一下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我們的地形的狀況 我真的覺得這個蠻酷的 好 所以呢我們這一集就先在這裡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回再見囉 掰掰